在美国如何合法使用大麻? 第一,大麻有两种使用方法 第一种是医用大麻 第二种是使用大麻 医用大麻顾名示意 就是它作为一种处方药来使用 目前在美国有29个州 医用大麻都是合法的 换句话说,一半以上的美国的州 医用大麻都是合法的 其中也包括加州、纽约州 这些华人去基地比较多的州 实用大麻来说的话 目前美国有八个州特别重要 因为这八个州不但医用合法 实用也合法 这八个州分别是 阿拉斯加州 California——加州 Colorado——Colorado 州 Men——缅英州 Massachusettsfrage Oregon——奥热港州 74N内华大州 换句话说,Vegas 实用大麻也是合法的 しかと,用大麻公众服用 最后一个是Washington 华盛顿州 谢谢西雅图 实用大麻也是合法的 这个八个州呢 一用之用 全部合法 那么我们来说 在加州 你如果抽大麻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那第一呢 加州法令明确规定 在任何公众场合 抽大麻 都是违法的 除非当地法令呢 有明确规定说 你可以抽 就换句话说 在当地这个小城市 小镇 这一个特别的区域块 说抽大麻是合法的 那不能的话呢 根据加州法令 全部是违法的 所以就不能在餐馆里面 拿出一个大麻 就袍龙无人抽起来 这样是违法的 那第一次呢 罚款是100块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你那个 不但不能在公众场合抽 并且呢 你抽大麻呢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 可能会被减扣 DUI Driving Under Influence 所以这个罪名呢 跟喝酒开车是一样的 所以抽大麻开车 等同喝酒开车 是违法的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的话呢 在只能在哪里抽 只能在家里面抽 自己家里 朋友家里都可以 当然朋友 前提是朋友呢 是愿意在他家抽大麻的 虽然呢 法令没有规定说 你必须只能抽多少 就换句话说 你能抽多少 就抽多少 就注意不要变成大烟鬼 然后第二的话呢 尽量不要在小孩面前抽 虽然法令没有明确规定说 不能在小孩面前抽 但对小孩的影响 会非常巨大 所以你也不想说 害你自己的小孩 害朋友家的小孩 这点呢 非常的重要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